虽然在家里关了一个多月不能出门 可是呢其实额外的收获就是你认识了一群好的邻居 那又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帮小区做一个服务 我们都是一栋楼的 我们都是好朋友 你来自于这么远的地方都我们这里很多 这是我们房东大姐给我们送的菜 甜了不甜不甜 谁家就有你们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小区的一个有幻梦的一个小奖 其实我们拿走的东西不太多 倒是送出来的东西很多 老师我们在弄堂里面大家互相帮忙 我们是帮助她 我觉得这个文化是非常好 没有那么冷漠 等我们起来的时候 他们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她给我们还送菜 他们夫妻两个之后 就是我们楼道里有点饭 昨天我拿了意大利面 我很开心 我看我们这里邻居都特别热情 也在微信上帮助我们买需要买的东西 我只看到她两个眼睛 我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 但是我觉得她们的一双双眼睛 就是那种热情 热情的眼睛 我真的太感动了 在这些困难的时期 也有一些美好的东西 可以值得纪念 上海弄堂文化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小说都吃饭加饭 有什么混沌 家里包什么都会每家里送的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当初这个上海文化的 海派弄堂文化的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